小编是个喜欢看恐怖片的人,但身边的朋友无论是男是女,都并不喜欢这个题材,因此小编也从来不转发相关的视频图片,以免吓到列表有心脏病或害怕的朋友。 但有的人可默想那么多,8月22日,江苏省城西派出所,接到一名男子李某报警趁有人在微信群内发布一段爆恐视频,经了解,该视频内容极为血腥恐怖,危害程度较大,城西派出所立即会同网警大队等部门对此立案侦查,经过调查,原来,是一名江西重人县女子徐某,在微信群内发布的该视频。 但为何在朋友圈内发布此类视频?小编也未了解到具体情况,徐某的行为已涉嫌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、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。 目前,徐某已被太仓警方取保候审,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,警方提示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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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